大家好,欢迎大家点击这个短片 跟我一起来学习Python这个语言 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短片不是一个教学短片 这个短片是我自己记录 我自己在学习Python的过程 那上一个短片我们学到 Lambda跟Map还有Filter 这两个内建的函式 那今天就要继续学下去 不过在今天的正式的内容开始之前 我要说的是这样 上次介绍有一个韩式 可以把这个韩式变成一个Lambda 那上次我忘记讲一件事情 就是韩式跟这个Lambda 它都是一个值 比方说这是一个韩式 它是一个值 一个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方说x等于2的话 好像这样x等于2 你把2这个值存到x 这个变数里面就好像这个Lambda是一个值 它就好像x等于2那个2一样存到这个变数里面 就是在Python里面这个韩式跟Lambda都是一个值 所以这样可以把这个存在这边 或者是这边是一个韩式 你可以把这个韩式存在 比方说我存在一个叫做 ad function里面 这样我就把这个韩式这个ad韩式存到 这个ad function这个变数里面 这个ad这个韩式就好像x等于2那个2 就把这个存到这个变数里面 这样 那因为可以存到这个变数里面 你可以这样子可以印出来 比方说ad function 你可以点两个底线 内 两个底线 这样就可以印出 这个变数原来是什么东西 比方说我把它印出来 我再印出下面是atLambda 所以这样我把它印出来 分别印出来然后执行一下 你就看到这个第一个at function 它的原来的这个韩式的名字是at 也就是在这边 那第二个 这个atLambda 它原来是什么东西 原来是一个Lambda 这样这是上次没有记录的事情 这韩式跟Lambda它都是一个值 都是一个值可以存到变数里面 当然也可以再当成一个参数 去呼叫 你当成一个引数去呼叫另外一个韩式 好 那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天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 我们要学习一个叫做all 一个叫做any的韩式 这样子 那all的话呢 它接受一个list 当作参数 那any呢 也是接受一个list 当作参数 那就放个list进去 那如果 如果这个list里面 每一个成员都是true的话 都是有值 或是true的话 那 all 这边就会回传true 比方说 我有个list 嗯 叫做 number numbers numbers 里面可能有 0 1 2 这样 因为这个0喔 在python里面算是false 算是没有值 算是false 所以这样子 如果你把这个当成参数 去呼叫all的话 如果你把这个当成参数 去呼叫all的话 如果这个数值都是有值的话 比方说我随便写100这样子 这样印出来的话 如果这个全部都有值 放在这边全部都有值的话 all 就会回传true 这样 这个all的意思就是说 看看这个list里面 是不是有 嗯 是不是全部都有值 如果all 如果all 全部都有值的话 就会回传true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0 或者是 其中有个是numbers 或其中有个是false的话 就会回传false 好 那any跟 这个all很像 不过any是这样子 any只要其中一个有值就可以了 比方说 像刚才 像这边如果有个0的话 如果是all 它会 嗯 会回传true 但是如果你用any的话 any就是说 只要 不管怎么样 只要其中有个成员是有值的话 any就会回传true 比方说这边 哦这些 这个是有值 这个也有值 那any就会 即使这边有个0 它是没有值 这样 但是 其他的有值 any就会回传true 除非全部都没有值 比方说 第一个是0 第二个是numbers 第三个是false 全部都是没有值的话 那这个all 这个用any来判断的话 就会回传false 就真的是false 就每一个都没有值 其中有一个有值 它就会回传true 比方说 其中有一个20 有值 就会回传true 这样 这是any 跟这个 all 这两个韩式 那 它有举另外一个例子 它用一个叫做list comprehension 这样 list comprehension就是要做一个list 做一个list 然后 跑个回圈 for num in 4 4 2 10 6 8 这样子 把 这个阵列 拿来做 跑个回圈 把每一个值都拿出来 如果拿的这个值 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就通过条件 就可以放到这个新的list里面 所以新的list 我来印出来 我先印出来这个list 所以印出来应该是每一个都符合条件 因为每个都可以被二整除 所以就得到4 2 10 6 8 每个都可以被二整除 这样 那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结果 这是一个list 这是一个list 然后把这个结果 拿去呼叫all 这样 比方说 这下面 这样 把它拿去呼叫all 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 把这个结果 也就是这个结果 它就呼叫all 因为每一个都是 成员都是 呃 不是没有值 都是有值 所以 all 应该会回传去 好这样 那这个范例在讲什么呢 这范例在讲说 这样就是变成一个list 把这个list 放到all里面去 你可以这样写 可是有时候 你会看到 这样子 把这个 中括号 拿掉 的写法 这样 中括号拿掉 这样子 这样子 也可以 这样 这样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就是说 它要做一个 它要跑个回圈 然后把每一个成员都拿出来 如果 这个成员 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就算符合资格 那这样 这样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 真的形成一个 没有真的形成一个list 这样只有把成员都筛选出来而已 把这些成员 拿去all这边 就当作参数去呼叫all 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你会发现不用带入一个list 也可以 这样的写法 在 python 叫做 generator expression 叫做 generator express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如果要把一个list 当作参数 去呼叫 比方说 像刚才一样 有个list 当作参数去呼叫某一个韩式 然后这个list 只会用一次而已 以后就不会再用了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把 这个中括号 取消掉 就真的 不用真的去形成一个list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叫做 generator expression 那为什么 会有这个generator expression呢 因为 在python里面 真的要形成一个list的时候 要花比较多的记忆体 那如果不用形成一个list的话 这记忆体花的就比较少 这样 比方说 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方法 可以看记忆体的多少 在这边就可以import 先引入一个 韩式库叫system 然后 可以用system getsizeoff 这样 就可以用这个 system这个 韩式库里面的 getsizeoff 这个韩式 去看看到底 你这个里面的这个物件 或这个里面的东西 有多少的记忆体 所以 如果你写这样子的话 你把这个list 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算出 到底会花多少记忆体 比方说你把这花多少记忆体 存到 list comp里面 因为它是list comprehension 我把这个存在 list comp里面 这个就代表 如果你是一个list 要花多少记忆体 那 接下来我还是用同样的一个 韩式 可是里面呢 我就放这个 没有list 这个 这样 这样就是 没有list 没有真的形成一个list的话 要花多少记忆体 我把它存到 一个叫做 generator expression 这样 把它存在一个这样的 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如果没有真的形成一个list 里面的话 会花多少记忆体 我把这两个印出来 这样 我来执行一下 所以你就看到 一个是128 一个是120 所以 他们真的有差就对了 这样 记忆体在上面会花得比较多 list会花得比较多 那 如果是 没有形成一个list的话 记忆体会花得比较少 所以 有时候你会看到 没有list 这样 像 这样 呼叫的时候 没有真的形成一个list 就可以放进去 这样也可以 叫做 generator expression 好 那再回到 all跟any 这个函式 它这里面 有另外一个 范例 是这样子 我来写给大家看 好 这是另外一个范例 在这个范例里面 它有一个list 这list里面有很多名字 然后他想要知道 这些名字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名字 每一个人名 它的一开始都是C开头的 那程式码是这样子 他先做一个 list comprehension 这样 然后跑一个回圈 for name in people 把people里面 每一个人名都拿出来 然后看看 这个人名的 第一个字母 就是第0 编号0的 这第一个字母 它是不是C 所以这样会得到什么呢 这样应该会得到 一个阵列 是 因为 这样会得到一个阵列 因为是第一个 比方说是Charlie Charlie的话 这个name就是Charlie Charlie 然后Charlie 第0个是不是C 是C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True 那如果这边形成了 第二个成员 就是Casey Casey 拿来 用name来代替Casey 然后第0个 就是第一个字母 是不是C 也是C 所以第二个成员也是True 像这样子 所以第三个成员也是True 第4个成员 也是True 那第5个成员 因为一开始是T 不是C 所以就会是False 这样 这样就做出像这样的一个List 你想知道 是不是每一个成员的 第一个字母都是C 你就可以 把这样的一个List 当作参数 去呼叫O O 所以这样的结果应该是False 因为其中有个成员是Thomas Thomas一开始的第一个字母 不是C 所以这是False 所以这个O 整个会随传一个False 我来 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False 那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这边这个List 做出来这个List 只有用一次而已 而且这是专门用来呼叫 这个 用来当作参数 来呼叫这个O 所以只要用一次的这个List 这边就不用形成一个List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的结果还是会一样 执行一下 这样 这个就是叫做Generator Expression 然后跟All 还有Any 这两个韩式 学会的话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 另外一个需要跟Lambda 配合使用的韩式 叫做Sorted 在Python里面 有两个韩式很容易搞混 一个叫Sort 一个叫Sorted 那Sort 这个韩式之前有教过Sort 这个韩式之前有教过 比方说 你有一个List 是4 6 1 30 55 23 这样 把它存在一个变数 叫做Numbers 好这样 那之前介绍过的这个Sort 是专门用在List里面 比方说有这个List 你想要让它从小到大 这样子排序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可以用Numbers 然后呼叫它的Sorts 呼叫这个List的Sort方法 这Sort方法 它没有参数 这样没有参数 就这样呼叫Sort方法 呼叫完Sort方法以后 你看我再把这个Numbers印出来 虽然我没有把这个结 它这样子就可以改变Numbers里面的值了 比方说这样 我把它Sort 呼叫Sort以后 我印出Numbers 就会真的是从小到大排序 这个 所以这个Sort 这个 第一个它不接受参数 然后它是专门用在List里面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结果 会直接改变这个Numbers里面的这个值 所以这边Numbers就变成这个值 已经改变了 所以第一个成员都不是4 然后第二个成员也不是6了 就变成146 变成新的排列 这个是Sort方法 那 现在要讲这个Sorted这个方法 Sorted方法 是这样子 Sorted Sorted它是一个内建的函式 它不是真的是List的函式 Sorted方法 那Sorted方法它是接受参数 比方说我让这个Numbers 来把它排列一下 呼叫以后 你把它印出来 把Numbers印出来 你会发现 Numbers还是跟之前一样 这样的顺序 那这个Sorted 你如果要用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结果 存到一个变数里面 像Result里面 从那个新的变数里面 把这个Result印出来 我来执行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呼叫这个Sorted 第一个它要参数 它要参数 跟刚才不太一样 它需要参数 那Sorted以后的结果 不会改变原来这个Numbers的值 原来Numbers的值 原来Numbers还是这样子 你要把这个Sorted的结果 用变数接起来 这个才是改变的结果 才是从小到大排序的结果 这个是Sorted 这个韩式 很容易搞混 跟Sort 这个韩式很容易搞混 好 那这样 那这边 如果你想要 比方说 现在是从小到大排序 那如果你想要从 由大到小 反向排序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这个Sorted 这边 除了Numbers以外 再加一个新的参数 叫Reverse Reverse 如果是True的话 它就会把结果 反向排序 从大排到小 所以比较50 30 23 叫做从大排到小 所以它除了可以接受 这个单一的参数以外 还可以接受 第二个参数 叫Reverse 如果等于True的话 就会反向排序 好 那接下来 要介绍Sorted 开始厉害的范例 开始厉害的范例 那我先来写一下这个范例 好了 好我写好了 那这个范例 是这样子 这个范例跟之前的范例有点像 这还是 有很多的 这个user 那他们有 发一些文 记录这些 哪个人发什么文 有个list 这个list里面 有好几个dictionary 这dictionary里面 有username 记录这个名字 那还有他的发文 不过这个范例跟刚才不太一样 就是 除了有发文以外 有时候 还有这个 noun 这个key 比方说他最喜欢的数字是什么 是十 然后有时候会填 他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有一些 有一些字典里面 有些使用者里面 有多余的 有多的key 就对了 比方说这边有多的key 是color 是purple 那像这个里面呢 有username 这个key 有treat 这个key 然后有color 这个key 他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可是没有noun 这个key 所以这个key跟value 但是这个key的值 的数字 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个范例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依照 他们的这个key 的多少来排序 比方说 最多key的就是这个 他要排到最后面 他有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有四个key 然后 接下来可能是这个 这个可能会排到第二个后面 因为他有三个key 如果你想要 依照这个key的数量来排的话 依照这个key的数量来排的话 你可以 这样写 用sorted sorted这个方法 然后第一个给他users 这个list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参数 你可以给他key 等于lan key等于lan key等于lan的话 就可以依照 这个key的多寡 来排序 从小排到大 所以如果把这个结果 印出来的话 你看 就会最后一个 就是 bob123 因为bob123 有四个key 所以排在最后面 那接下来是三个key 这个key的这个 Jeff 所以如果你想 排序的时候 是从key最小的 排到key最大的 你就可以 在这边 这样写 那你想从key 从最大的 最多key的排到第一个 然后排回来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再加一个 reverse 等于去 它就会 反向排力 所以现在bob就排在第一个 这是他教的第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 你还可以照username来排 比方说这个情况的话 b应该会排在第一个 abc 然后再来d 会排在第二个 然后就是这样 abc 这样接下来排 可能s 放在最后面 因为它是在 字母最后面 如果想要照这个username 来排的话 是这样子 你可以 还是要用sorted 这个方法 然后第一个 参数给它users 那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key key是什么呢 你猜是什么呢 这边就要给 lambda lambda 然后要照它的username 来排序的话 这样 就可以 比方说每次拿到的是user 每次拿到一笔资料 比方说这个是user 我们就要照的username 来排序 所以拿到这笔资料 要照username 来排序的话 就是 照 这个 username 这个key 来排序 这样 就会从 b开始排 然后d abcd 这样一直排过去 把这个结果印出来 所以就从b开始 b是第一个 然后d 这样一直排到最后面 好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排序 用另外一种方法 照着 发文的数量 来排的话 那这边 我就是 不要用username 来 做key 我要用tweet 来做key 它的发文 来做key 这样 可是你用tweet 来做key的话 是得到这个 是得到这个 里面的资料 可是你不要这个 只要它的长度 你要依照发文的 多少 这样 所以 这样 就依照发文的多少 这样 来做 来 来排序 所以我再 我再解释一次 我再解释一次 我们想要排序 依照发文的多少 来排序 所以 用sorted 这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 就是users 就是整个 你要排序的东西 那第二个 那第二个 给它一个key key是什么呢 要照什么来排呢 要照每次拿到的 这个资料 每次拿到一笔资料 这个user 的 tweet 这个 里面 用这个key 拿到这些资料 用这些资料 的长度 也就是它的发文 多少 来排序的意思 好这样 那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执行一下 这边有错 那这边有错 应该少一个 大括号 少一个括号 我再执行一下 看 就会有发文 所以从最少的 没有发文的 在这边 没有发文的 第二个是这个 也没有发文 第三个也没有发文 然后接下来是发一个文的 然后接下来是发 也是一个文的 那接下来 最后是发两个文的 这样子 从发文的数量来排 从小到大 用这个key 那如果你想发文 最多的排最前面的话 也是很简单 在这边 就加一个 刚才的这个reverse 这个设定 设成去 它就会从发文 最多的开始排 结果就是 Samuel发文最多 发文两则 这样 这个是 sorted 开始厉害的 一个范例 那接下来 它还有另外一个范例 我来写一下 好 那这是第二个范例 第二个范例 就好像你在使用 Spotify 你有一个 播放清单好了 播放清单里面 有四首歌 分别用四个词典 字典来代替 第一首歌 它的名字叫做 Happy Birthday 然后它播放次数是1 第二首歌 叫做 Survive 它播放次数是6 第三首歌是YMCA 它的播放次数是99 那接下来是Toxic 这个歌 歌名是Toxic 那它播放次数是31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想要排序 怎么排 如果想要照的这个 播放次序 来排的话 从小排到大 你就可以用 Sorted 这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 就给 Songs 那第二个参数 就是Key Key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Lambda 每次拿到的一首歌 像Song 我们可以用每次拿到的这个歌 每次拿到的这个 用每次拿到的这个 用每次拿到的歌的 Play Count 这个数字 来当做排序的准则 这样 我们把这个印出来 这样 你就会看到 它排序是 我来把它Clear一下 因为它实在在太下面了 你就可以看到 播放最少的就是 Happy Birthday 是1 然后再来是 6 然后再来是 31的这个 Toxic 然后再来是 YMCA 播放的是99 这样就可以 从小排到大 如果你想 从最受欢迎 最长播放的开始 排的话 那这边 我就再写一个 Reverse 回去 这样它就会从 最播放次数最多的 开始排 所以YMCA就排第一个 好 那我想今天就先学到这个地方 还有更多的 跟Lambda 配合要使用的 韩式 那我们下次再继续学下去 我们下次见 拜